媽媽蹲在急診室外 抱頭痛哭 爸爸在旁安慰 寶貝女兒陪男友到高雄幫男友的 阿嬤慶生 情侶機車雙載卻 因為一場車禍 雙雙死亡 他跟他男朋友在左邊 他來大阿嬤的身體 來跟他慶祝 很獨立 他又乖 機車倒在馬路上 車殼零件散路一地 小旅車車頭臂撞得粉碎 當時兩人雙載行經凱旋四路 沒有待轉直接左轉 遭到後方手旅車撞上 情侶送醫宣告死亡 那四個學生 我們應該會給他一個 榮譽的畢業證書啦 23歲陳姓男友是高雄人 先前還是胡偉科大籃球隊長 過去也是三名加上籃球隊 打過UBA 21歲女友是男投人 跟男友是同一個科系的學長學妹 家裡開茶園 兩人社群軟體不時放閃 女友貼文還寫到 還好你一手包辦了所有 今天就多愛你一點 沒想到一場車禍 共赴黃泉 凱旋四路的 當時的燈號是綠燈號 所以說他沒有遵守這個 疑似沒有遵守兩段式左轉的規定 所以這個是他違反規定的一個原則 疑似因為貪快違規左轉 讓家屬白髮人送黑髮人 悲痛難以接受 接著蔡雙吉馬嘉瑜高雄報導 重力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